上海台北城市论坛 也就是双城论坛 今年轮到上海主办 台北市长蒋文安是否会亲自出席 备受外界关注 台北市长蒋文安在市议会 接受总质询时 有绿营议员先拿柯文哲任内的 双城论坛的呆账 向蒋文安发难 但没想到新党籍市议员侯汉廷 直接喊话 我来出 决议不得和销之后 要执意的 蛮横的 继续和销的角色人员是谁 调查出来 然后送监察院移除 柯文哲任内举办双城论坛 因为违反台北市议会所下的规定 因此107万新台币的花费预算 至今未能和销 沦为呆账 绿营议员要求台北市府 向前市长柯文哲追讨 想借此杯葛蒋文安 对此新党籍台北市议员侯汉廷 骂气相挺 至于如何在会计层次 或者是在法律层次 市府要来做和销 我认为这应该可以由市政府来研议办理 100万元我可以来出 即便如此 绿营议员简舒培依旧不打算放过 继续就双城论坛议题纠缠 7号上午 蒋万安出席台北市中山区里长座谈会 会前受访时再度被问及 是否会出席双城论坛议事 蒋万安随即表示 不管外在环境如何变化 连岸还是要交流 陆委会有讲 他说双城论坛就是市政的交流 也肯定而且乐见台北上海之间就市政议题来交流 所以这部分我想我们过去怎么办 我想我们就会怎么办 大家估论坛议ใ